夜色下的树林里,藏族青年尼玛和藏族姑娘德吉正在偷偷约会,突然,一只弓箭射向了他们,两人一愣,只见一个壮汉朝他们走了过来,一把撩开德吉,大骂他是个不知廉耻的东西,这人正是德吉的哥哥扎东,在白天刚结束的射箭比赛上,扎东代表拉隆村的箭手输给了达姆村的尼玛,被对方引走了神剑。 晚上看露天电影的时候,朋友告诉扎东,他妹妹跟尼玛正在小树林里约会,一想到自己作为村子的箭手,连续两年都输给了尼玛,没能给村子赢回荣誉,妹妹还跟竞争对手好上了,正在喝酒的扎东气不大一处来,拿着啤酒瓶,骑上摩托就追了过来。 尼玛见着未来大舅子,赶紧解释道,俩人是真心相爱,白天赢了比赛后,看到生气离去的扎东,尼玛就追了上去,他明白两个村子世世代代友好,自古都以射箭见长,赢了比赛可不能输了朋友。 尼玛真心希望扎东好好练习,明年比赛替村子赢回神剑,可好胜的扎东却不这么想,他把一切都归罪在对手的身上,扎东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善射的神射手,唯独尼玛的出现让自己丢了神剑,受到了羞辱。 扎东警告尼玛,得急的是轮不到他插嘴,让他滚开,说着一把推开了尼玛,尼玛心想是不是玩不起,问扎东,输了一场比赛就成这样了,男人就该有男人的样子,赢了比赛还卖乖,扎东觉得尼玛就是在调侃自己,扎东呵斥尼玛,把自己妹妹骗到这里来,想干啥,这种行为就是一条狗。 尼玛也不甘示弱,吵闹之间,扎东将啤酒瓶砸向了尼玛,啤酒瓶碎了一地,鲜血从尼玛的额头流了下来。 第二天,村长和扎东的阿爸带着一头羊到尼玛家里赔礼道歉。 回去的路上,村长告诉扎东他爹,今年祭剑的仪式和法会临近了,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外面打工了,必须早点准备。 村长觉得,扎东一家是活化石,无论是祭祀舞蹈还是射箭的技艺,都是祖上传下来的。 扎东他爹年纪大了,力不从心,想推选扎东来主持大局,可刚进村口,他们就看见扎东正推着一辆手扶拖拉机,再离田。 村长忙叫住他,让他以后别闯祸了,惹了事,还要他们这些老头子去给人家赔礼道歉。 被阿爸和村长一顿教训,扎东反驳了几句,也懒得说了,转身继续扶着他的拖拉机,离地去了。 达姆和拉隆两个村子地处青海的尖扎县,相传这里的人们能造出最好的箭,个个都是射箭能手,扎东和阿爸更是造箭的世家。 可今年已经是第二次输给尼玛的村子了,扎东很不甘心。 扎东和阿爸花了好些天,用新砍的树造好了巨箭,跟村民们一起扛到了山顶, 围着祭坛,一群康巴汉子高呼着,举行祭荐的仪式,祭祀完毕,朋友告诉扎东,尼玛村子的祭荐仪式也刚结束, 扎东便撇开了所有人,准备去找尼玛。 扎东的阿爸看见扎东想溜,赶紧叫住他,一会儿要准备枪母法会,扎东可是领舞。 扎东一脸不屑,枪母舞他从小跳得大,根本不需要什么准备时间。 几句话打发了阿爸,扎东骑着摩托驶向了尼玛的村子。 为了自己的荣誉和妹妹的事,扎东和尼玛又见面了。 静止射箭敌不过对方,扎东便想来一场运动战。 他跟尼玛约定,在山路上骑摩托射箭,目标就是祭祀期间挂在林子里的气球。 扎东率先骑上了尼玛的摩托,尼玛发动摩托稳稳地向前开着, 扎东拉弓瞄准,啪啪,连中了两个气球,可惜第三个落了空。 轮到尼玛,尼玛第一箭便射偏了,可他没有慌,第二箭射中了气球。 就在尼玛正要射第三箭时,扎东求胜心切,一脚踩下了刹车。 尼玛稳住弓箭,一箭射出,贯穿了两个气球。 可摩托车却因为急刹车翻倒了,将扎东的腿压伤了。 输了箭数还丢了脸面,扎东无话可说,决定不再干预妹妹和尼玛的事。 丢下尼玛自己骑着摩托去参加枪母法会。 枪母法会是藏民们一年一度驱鬼求神,宣扬佛法的大事。 首席舞者扎东迟迟不来,让他阿爸和村长急坏了。 终于,一拳一拐的扎东来到了会场,舞蹈仪式开始了,枪母法会进入了高潮。 可刚才受伤的扎东,腿脚却不利索,大家看出了他的慌乱。 扎东的阿爸告诉小儿子,这舞蹈中的舞步蕴含着上古之神,射箭的奥义, 每一个动作都是要领。 扎东没能用心跳好舞步,证明他也不算是一个优秀的神射手。 扎东吃力地跳着舞蹈,脑子里全是刚才比赛失利的画面。 突然,他在会场里看到了尼玛,刚才自己输给了他, 自己不会再去干涉他和妹妹的事。 可看到尼玛掏出一枚戒指递给了德吉,扎东生气地将箭头对准了尼玛。 尼玛赶紧护住了德吉,对着扎东也拉起了弓箭。 扎东一箭射出,虚惊一场,中了旁边的木杆。 看到颜而无信失态的扎东,尼玛很失望,放下了弓箭,离开了。 接连失败的扎东心灰意冷,在村子里的聚会上, 向所有人承认了剑术不如人。 好友为了帮助扎东,偷偷告诉了他一个制胜的秘诀。 不久以后,又到了来年的射箭比赛, 尼玛带领达摩村的小伙子们刻苦训练了一年, 要跟扎东的拉隆村再绝高下。 没想到,扎东和朋友们却掏出了新买的现代弓箭。 扎东不顾主持人的劝阻,将老祖宗抛到了脑后, 告诉尼玛一伙人,他们已经跟不上时代变革的步伐。 尼玛没有理会,搭起传统的木质弓箭, 闭上双眼念起了枪母剑神的祈祷词,箭头应声飞出。 接着轮到扎东,他习惯性地抓起地上的泥土, 抹了抹双手,举起了铝合金的现代弓箭, 瞄准目标,弓箭直直地飞了出去。 所有人都射完箭后,裁判仔细测量、评分, 扎东他们赢了,所有人当即跳起了庆祝的舞蹈。 而藏族老百姓却围着村长和扎东的阿爸发起了集体抗议, 因为他们没有使用传统弓箭。 尼玛找到一旁的德吉,德吉却没有理他, 默默地离开了。 扎东看在眼里,继续带着伙伴们欢庆跳舞。 晚上扎东一家人都在屋里看电视, 电视台也采访了今天的事,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, 因为达龙村使用了现代弓箭, 比赛成绩也被取消了。 正当所有人都感到沮丧时, 村长来了,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, 县里边决定举行首届五彩神剑杯。 国际民族传统射箭比赛, 按照现代规则比赛, 两个村子会分别派尼玛和扎东去参赛。 阿爸在准备之际将自己射箭的精钥告诉了扎东, 祖宗留下来的技法都藏在了壁画里, 扎东听完带着弓箭走进了石窟。 在石窟中, 看着一幅幅拉弓射箭的彩色壁画, 扎东似乎感受到了祖先的灵魂, 明白了古老的羌母舞蹈中蕴含的力量。 舞步中的动作是成为一名神射手的奥义, 一个月后,县体育管理裁判准备了全新的箭靶, 采用现代积分制每人射三箭。 扎东射箭搓土的习惯一直保留着, 在干净的篮球场上他没有找到泥土, 就去一旁的花盆里抓了一把土来。 扎东凝视着箭靶, 用传统的姿势拉满了弓, 搜, 箭头正中十环。 轮到尼玛, 他也跪下摸了摸泥土, 站起身来, 用传统的姿势拉弓, 念着射箭的祈祷词, 箭头直指定在了十环。 两人都平静地看着对方, 为彼此加油。 接着扎东和尼玛都射出了一个十环。 尼玛此时告诉扎东, 真诚地希望他能赢。 扎东笑道, 不要因为一枚戒指, 就能把自己妹妹领走, 回去好好请个媒人来提亲。 说完扎东跪下去, 摸了摸土, 起身背剑, 念念有词, 拉满了弓, 射出了一个九环。 轮到尼玛了, 他或许明白了胜利的真正道理, 没有犹豫拉弓射箭, 也是九环。 最后裁判宣布, 两人同分, 平局。 扎东和尼玛二人相视一笑, 随后二人带着自己的弓箭回到了村子里, 迎接着大家的哈达。 两人并肩, 举起了象征荣誉的五彩神剑。 弓箭将两个村子, 再一次更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, 全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新的西藏人民感受着日新月异的变革, 新老交替的两代人在冲突中展现着包容, 不爱骑马却爱骑摩托的年轻一代, 不再喝清磕酒而是热衷啤酒, 卷烟、电影、手机, 新事物席卷着古老的文明, 却也正是国家飞速发展的见证, 历史与科技融合, 每个人都不会忘记过去, 同时也开放地迎接着未来。